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這門課呢 我們會花大概36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18週嘛 每週大概是這個上課兩個小時這樣 帶大家穿越這個2000年的這個 2500年的這個西洋政治哲學之旅這樣 那我們會大概談十位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 然後討論他們對於他們那個時代 政治生活的觀察分析 討論和評估這樣 那這2000年會過得很快這樣 我們大概會在古代會待大概五個禮拜 然後我們就會跳到近代 我們會跳過中世紀 其實中世紀的政治思想也非常的有趣 而且也影響到這個 近現代的政治思想還蠻多的 可是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還是會跳過這個中世紀這樣 那我們就會到文藝復興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近代 那我們最後會花兩週的時間在當代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這個非常快速的這個 鳥堪整個西洋政治哲學這個領域的一個一門課這樣 那可是作為一個這個概論的課啊 如果我都只講概論的話 其實上課會極多的無趣這樣 因為概論的同學通常是抽象的 概括的 那是一個比較簡化式的講法 可是概括式的簡化式的講法 事實上不會有趣這樣 真正有趣的東西是很深入的東西 所以我會大概選擇 每一個思想家會選擇一兩個重要的 他們的思想的精華 講得比較深入這樣 所以我們的課會有一個 鳥堪式的一個這個景觀 也會有一個非常深入的這個探究這樣 我覺得這大概是教這個政治哲學概論 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教法這樣 那我們這2500年之旅 這個大家上個這個賊船 這個從開始到結束啊 我們之間彼此的關係啊 就這個課堂上 包括我和你們 還有你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們會形成一種這個 學習的一種夥伴關係 partnership夥伴關係 那我通常會避免太快用私生關係 來描述這個關係這樣 因為我們會很快的就落入 穿那種私生關係的科舊裡面 那可是我們也不會完全跳到一個 好像完全自由與平等的關係這樣 就是我們之間會形成的這種關係 包括我和你們彼此之間 這關係是很值得探究的 其實我教書教了這幾年來 我就都還不了解這關係是什麼關係這樣 就是說傳統漢人社會 或者是這個中國文明裡面的私生關係 到當代已經受到很大的衝擊和挑戰 然後不斷的變化這樣 他不斷受到當代的這個自由民主體制的一個 基本上的挑戰這樣 還有我們當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最根本的是一個自由與平等的關係這樣 所以傳統的私生關係到底 慢慢變成什麼樣子的關係 這其實很難理解這樣 那我的一個想法是說 如果你經過這2500年之旅 你會大概比較理解我們是什麼關係這樣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這也是這門課的一個主要重點之一這樣 就是說我們學西洋政治哲學 並不是真的在學西洋政治哲學這樣 我們真正的目的是要了解我們自己 這是所有知識唯一的目的 了解我們自己這樣 只有了解我們自己才是重要的 然後知道我們要怎麼樣過我們自己的生活 怎麼樣去改革我們看覺得不夠好的東西 了解然後改革改善 然後努力的這個做得更好這樣 只有我們自己的生活才是最第一重要的 可是當代的這個社會它很特別 我們通常為了了解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們必須要旅行這個世界一圈羊 而且這個旅行不只是跑到這個西洋歐洲美國去 它還跑了這個歷史一圈這樣 通常經過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大概會比較能夠了解我們自己 當代這個社會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制度 或是我們相信的理念到底是什麼 然後缺點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樣去改善它這樣 所以西洋政治哲學它的本質呢 它其實不是西洋 而是對我們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個理解 反省檢討和改靜 它真的重點在這裡這樣 所以我出了作業啊 當你們寫到最後一個這個 期末小論文作業的時候啊 我通常是問你們當代的 台灣社會的一個問題這樣 那你們就會問說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旅行一周 回來瞭解我們到底是誰這樣 有一個例子還蠻容易說明的 就是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 這個Vanity Anderson的這個想像的共同體 他是當代社會科學 大概是最重要的這個經典之一這樣 他的這本書就在講民族主義的起源 和民族主義的旅行 和民族主義的變化 就是說我們當代很多國家 包括這個韓國 日本 中國 台灣 或是美國 歐洲 英國 照到Anderson的說法 我們是很迷戀民族主義的 雖然我們一直想超越他 我們好像很難去肯定民族主義 因為民族主義相對於這個普世精神 世界大同來講 感覺是一個很狹隘的地獄性的一種 一種精神這樣 似乎不太容易讓我們肯定他這樣 可是照到Anderson的說法 其實我們是很迷戀民族主義的 那台灣某種意義上 也有一種對民族主義的追求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瞭解 民族主義這件事情 為什麼台灣這塊土地上好像 有一群人 有些人 會覺得說民族主義是重要 到底民族主義是什麼 那通常會瞭解民族主義是什麼 你就會發現Anderson他必須要帶我們回到15、16世紀的美洲 然後再帶我們回到18、19世紀的歐洲 然後再帶我們到20世紀的東南亞 然後再回到台灣這樣 然後你就會比較知道民族主義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經過這個過程啊 你其實很難了解民族主義是什麼 然後你就會受到生活中很片面的 關於民族主義的論述所吸引這樣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會希望我們能夠更整體的了解 一個思想或是一個制度或一個理念 它的起源 它的旅行 它的變化這樣 那我們當代的主要的這個政治體制 其實是自由民族體制嘛 對不對 那經濟體制是這個 很不幸的是資本主義體制這樣 那我們也活在一個主權國家的一個世界裡面這樣 那我們剛才說到那幾樣的 主要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啊 還有包括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這樣 不知信還是不信 那這些制度事實上它是一個 在這個世界經過了很多的旅行 才在台灣落腳的一個過程這樣 可是在台灣落腳它也並不是一個單線的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 一個我覺得是一個錯誤的一個想像 錯的想像是說當代的主要的制度 自由民族 資本主義 民族主義 主權國家 它的起源都是歐洲 然後才是世界各地 first Europe 然後這個 anywhere anywhere else之類的對不對 可是這個想法其實大概是 不是正確的 就是在這個當代的這個研究裡面 事實上發現當歐洲開始慢慢出現了這個 對當代社會的想像的時候 比如說16 17 18世紀慢慢開始出現 蒂卡爾 培根 蒙田 然後霍布斯這樣 他們的想像 他們對一個新的社會開始的這個琢磨和理解 並不是完全起源於歐洲的 它其實是歐洲和世界互動的一個結果 其中一個最大關鍵是弟弟大發現 還有包括他們自己內部的這個宗教衝突 他們自己內部的宗教衝突 其實跟他們基督教跟伊斯蘭這個長期的宗教衝突是相關的這樣 就是歐洲是在一個15 16世紀跟世界互動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出現了一些非常秀逸優秀的思想家 把他們對於這個互動的觀察 把他們這個系統性的這個做反省思考 然後提出一個他們對於新的政治秩序 新的世界的這個個人的一個想法 和他們的這個主張這樣 那他們的想法和主張呢 他們提出來之後 比如說霍布斯 比如說這個洛克 比如說這個盧梭 提出來之後啊 他其實就開始旅行 他可能是在英國某一個人提出來的 法國某一個人提出來的 意大利某一個人提出來 或是美國某一個人提出來的 那他們的想法就會開始旅行 那世界各地都其實都產生了不同的變化這樣 那盧梭的想法 很多人都說他嚴重影響了法國大革命 可是法國大革命的確喔 大多數的革命分子 手上都有一本如說的這個社會契約論這樣 可是我們當代的考察是他們對社會契約論的理解 都是錯誤的 所以他們是錯誤的理解的如說 因此發動了這個法國大革命 就是說這些思想家想出來的想法 他在這個世界旅行的這個過程 他會不斷的這個產生變化 然後在每一個地方開始跟那個地方的這個 本土社會的這個文化文明 或是社會經濟的條件 都會產生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互動和這個變化這樣 所以事實上我們大概可以說 沒有一個民族主義是一樣的 或者說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民主體制是一樣的 台灣的民主他其實落實下來 他和美國和歐洲各個國家就是不一樣 和日本也完全不一樣這樣 就是這樣看起來好像普遍的 好像來自歐洲的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 這些邦代我們認為主要的這些理念和制度和原則 他其實看起來相似 可是他經過了一個這個旅行的這個過程 他其實產生了非常多的變化 然後到了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他幾乎幾乎在他的本質上 說不定是非常不一樣的這樣 所以我們為了要了解我們在台灣的自由民主體制 社會公平 什麼叫做社會公平 什麼叫做每一個人都是有尊嚴的這個人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那每個人都應該努力的自我實現 那人與人基本最根本的關係是自由與平等 那如果是自由與平等的話 我們這個社會福利制度 老人年輕要怎麼樣去分配等等這樣 這些所有的這些理念 他雖然看起來好像是西洋政治哲學家 這些人提出來的 可是事實上呢 他是一個西方歐洲和世界不斷的互動 變化的一個過程 他只是一個過程 所以到了當代 事實上這些理念啊 他經過了非常多的曲折 然後到了台灣 那台灣的實際上 他也經過了非常多的曲折和變化 然後和這些思想人家提出來的 幾乎都完全不一樣這樣 表面上一樣 但是真的你看下去就發現不一樣這樣 那我們為了解台灣 我們不得不去了解這整個過程這樣 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個partnership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課堂上 做了一種這種學習的夥伴關係 那我們會出現什麼樣子的partnership 他其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們突然會聽到一些辯論是說 大家現在都把這個大學當作是一個 販賣商品的一個倡譽這樣 老師提供服務 然後學生是顧客 然後學生付了學費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這個顧客和這個 老闆的關係 是老闆嗎 不是 提供服務者和顧客的關係這樣 那有些人就會很嚴厲的說 不是怎麼可以把這個 私生關係商品化呢對不對 私生關係它就是一個這個 什麼 傳統的遵事重道的關係之類的這樣 那我覺得這些辯論事實上 他其實是很困難的辯論這樣 那對我來說 如果我們走過這個2500年的話 我們會比較知道 我們到底之間 這堂課大概是什麼關係這樣 那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這堂課是什麼關係的話 事實上你大概會知道 台灣的自由民主體制 主權國家民主主義 資本主義 它事實上是一個 經過這麼複雜的一個旅程的過程 到了台灣 又經過了非常多的變化 然後出現現在這個樣子 那有一些非常值得珍惜的地方 其實這些西洋政治學家完全沒有想到 可是如果我們不去繞過這條路的話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怎麼去appreciate 我們自己的一些新的發現對不對 那也許有一天 事實上我覺得這是 挽救西洋哲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西洋政治哲學 它一直都是西洋政治哲學的話 它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哲學 對不對 因為哲學它有一個 根本的一個意圖和動機 是它認為它可以提出一個 比較普遍性的一個主張 不管是普世價值也好 或者是對所有人都比較適用的 一種政治秩序也好 他們在想的是一種 對大家 對全世界 對所有人類 最能夠適用的 比較普遍性的主張 這是哲學的基本意圖 那這個基本意圖當然是有它的優缺點 它缺點其實很明顯 因為很可能沒有一個 普遍適用於人類所有社會的一個主張 可是它的優點也是明顯的 你通常提出一個普遍 你自認為普遍的架構之後 我們可以拿來跟很多事情做參照 我們對事情會有更深的理解 為什麼要講這個 好 所以西洋政治哲學 它如果一直都是西洋政治哲學的話 它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哲學 對不對 真正的政治哲學 它是真正要去做一個普遍的 真正的普遍的主張 那如果這些歐美人 所謂的西洋的這些思想家 他們都只有看到歐洲社會 美國社會 沒有看到其他社會的話 他永遠都只會在西洋政治哲學的世界裡面 他沒有真正做到政治哲學想做的事情 所以西洋政治哲學 開始成為真正的政治哲學 事實上要在他們的想法 開始履行全世界之後 所以大概是19世紀之後 也是很不幸的 通過這個西方的帝國主義 一開始 然後把這些理念開始散佈到全世界各地 那全世界各地呢 事實上有反彈 有適應 那有改革 也有全盤接受這樣 那這個過程當中啊 如果我們不去了解這些 19世紀開始 向外散佈這些理念 在這個世界各地社會的變化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反省西洋政治哲學 事實上並不是真正的政治哲學 它事實上是有限制的 它很大部分可能是 還蠻局限於這個西洋的社會的 它只有走過全世界一周 它才會真正的變成為這個政治哲學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台灣的一個優勢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有非常非西方的一個文化傳統 文明傳統 社會經驗 那當我們開始去 而且我們又生活在一個當代的這個 所謂的自由民主的體制這個理念 所以其實我們是更有機會去了解 這些西洋的政治學 是不是真正的一個政治哲學 還有哪些需要修正 這些修正實上會更適合台灣 那更適合台灣的話 會不會對你們歐美社會來說 它也是一個啟發 事實上你們也有你們的缺陷 那也許你也可以跟其他的社會學習 當我們開啟了這種各個社會 互相學習的這個雙向管道的時候 西洋的政治哲學才會真正變成政治哲學 對不對 所以回到這個我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上這門課 我們並不是真正在 完全只在學西洋政治哲學 它只是我們的一個工具 我們最終目的 是要了解我們自己的社會 我們自己想要過什麼樣子的生活 那我們想要更獨立的思考 去檢視這些理念 哪些有道理我們留下來 哪些就是很難用我們就不留下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才會真的去這個 對我來說還是真的一個比較好的 學習西洋政治哲學的一個方法 這是我們學西洋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目的 那除此之外 我還是把這個partnership這個大概 大概把我目前的一個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們大家會彼此形成的一種學習的夥伴關係這樣 它大概裡面一定要有friendship對不對 我們要有某種友誼 這種學習的關係才會是一個 我覺得才會真的是一個 真正能夠啟發大家生命歷程的一個關係這樣 所以這個 其實如果用古西洋人的關係就是大家要有愛這樣 如果一個老師不愛這個學生 學生就不愛這個老師 學生同學混著之間彼此不互相相愛的話 真正的知識不會發生這樣 這個我們這個上完這本課我們就會認識 然後大家還會追求一個 common good common good這個概念 我們這本課是一個主要概念 它中文大概就翻成共同的san good 那這個san呢它其實就是美好的目標 美好的事物的意思 美好的價值這樣 也就是說我們事實上 大家形成這樣一種這個 學習的這個partnership 我們是有一個common good在追求的 所謂的common 意思是說它不僅是你的目標也是我的目標 我們大家一起sure一個common good 那這個common good到底是什麼 到底我們這門課 我們這門課或是做一個這個大學的一門課 大家追求的common good是什麼 那我們這個partnership裡面 我們大概有活動對不對 這個教學的活動 討論的活動 然後回去這個做作業的活動對不對 我們會有各種各樣的活動 那我們這個partnership裡面 含有的這個主要成分 我們會追求common good 我們有frenching 我們有活動 那到底我們對教的common good 和這個活動啊 它是什麼樣的一種活動 或是什麼樣的一種gray在追求 我的想法還是這樣 先把我對於我們這個 學習的這個關係的想法 就是闡述出來 我覺得學習這件事情啊 它的本質其實是創造 就是你沒有創造你就沒有學習 就是你要去理解我們這門課上面的各種想法 你必須要在你的心靈裡面 創造出一個新的一個心靈 你才能夠去理解這門課在講什麼 其實每一門課都是一樣 你沒有創造的話 你事實上是不能夠去了解這門課在說什麼 所以學習它並不是一個你是一張白紙 那我蓋一個印章在你的這個白色心靈上面 不是 它是你的心靈要主動的去創造 你要創造出一個知識架構出來 對不對 你要創造出一些概念出來 這些概念好像是我在教你的 可是我教你的話 它還是並不是成為你自己的東西 只有當這些概念這些知識架構 是你心靈真正自己創造出來的時候啊 你才真正學習到了東西這樣 沒有創造就沒有學習這樣 所以我們這門課這個過程 它並不是一個 這個我在你們心靈上蓋印章的一個過程這樣 它是一個你們必須要積極的主動去創造出自己的心靈 你們才能夠去理解這門課的內容的一個過程這樣 那當代的這個認知心理學其實很有趣 當代認知心理學很大塊或是這個神經科學 在研究這個大腦和心靈的這個關係這樣 就是說你的心靈出現了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想法或新的情感 其實你大腦的這個生理結構也會產生變化這樣 所以說你不僅在創造你的心靈 你也在創造你大腦心的結構這樣 大家這樣去想像 這是我們在進行的這個活動 大家是在進行心靈上的創造這樣 如果你心裡面有在進行一個主動積極的創造的話 那我會覺得說 我叫的東西其實是滿無聊 它就是一個膽想的觀書 沒有真正在你的心裡面這個 讓你真正感受到這個 這個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它有創造 可是還有另外一件吊詭 這個吊詭非常的矛盾 就是說 如果你事先不對一件東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你怎麼能夠去了解這件東西 這樣很抽象 就是說這樣好了 我問你們愛是什麼 當我問你們愛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下禮拜的主題其實就是愛是什麼 柏拉圖怎麼談愛 當我們在閱讀他怎麼去談愛的時候 你們怎麼去理解他談愛是不是愛 如果你自己沒有愛的經驗的話 對不對 如果你自己沒有真正有愛的經驗的話 他談的愛 談的非常的精彩 然後非常多的這個分析 然後你看完了之後你覺得 好像有道理好像沒道理 可是我沒有愛的這個經驗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真正了解 他所有的東西對來是錯的 我也沒有辦法真正去分析他 評估他和理解他 對不對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經驗過自由啊 當我們談到很多思想家討論自由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去理解他談的那個自由 是不是真正的自由 還是他其實並不是你理想中的自由 因為你曾經感受過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那個自由這樣 那這是一個矛盾喔 雖然我們看起來我們需要去創造出我們的心靈 才能夠真正的學習啊 可是我們如果沒有一個舊的經驗的話 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理解新的經驗的 那你可能就會反駁說沒有沒有沒有 雖然啊我這輩子啊 沒有真正體驗過愛這樣 可是呢我從小看過很多故事啊 我看過哈利波特 所以我大概知道愛是什麼這樣 比如說其實裡面這個 妙力對隆恩的愛 所以雖然我沒有經驗過 可是我至少讀過很多故事 所以我大概能夠從故事中知道愛是什麼 所以我不需要真正有過這些體驗 我其實能夠了解這些思想在講什麼 可是這個回答還是會遇到一個憑靜 那在你讀這個哈利波特之前啊 然後看到這個裡面的這個愛的時候啊 你如何能夠知道那個是愛 難道你不會覺得妙力對隆恩那個其實不是愛嗎 那只是一個什麼什麼什麼東西而已這樣 那其實只是友誼 其實沒有真正的愛 你如何能夠理解那個是真正的愛 如果你沒有真正愛過的話 對不對 我們要去了解一切新的知識之前啊 如果沒有舊友的經驗 我們如何能夠去理解那個新的知識 所以學習這件事情啊 它也是一個回憶的一個過程 它也是一個回憶的一個過程 recollection 它是一個回憶的過程 你沒有回憶你過去的經驗架構 過去自己感受過的體驗活動啊 你是沒有辦法真正理解一個新的理念 新的概念和新的活動的 是不是 有道理嗎 如果大家覺得這樣有道理的話 那危機就很大 危機就很大了 這意思是說啊 小孩子 要怎麼可能能夠學會新的東西 如果我們一出生是一個小孩對不對 我們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的基礎知識和經驗 那你怎麼學會一個新的東西 如果人一出生是一張白紙的話 你沒有任何的舊友的經驗 你怎麼去學會新的東西 如果學會新的東西 始終需要一個舊的經驗 能夠讓你去做印證 理解 比較的話 你沒有舊的經驗 你怎麼學會新的東西 那小孩子怎麼學會新的東西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學習是什麼 是不是 小孩子怎麼學會新的東西 所以啊這個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而且柏拉圖 這是我們會教的這個 第一個哲學家的這個英雄一樣 他提出一個很瘋狂的解答 在他的理想國的最後一章 第十書 我們會讀理想國的第一書和第二書 他的理想國非常的有趣 充滿了故事這樣 這個古代人比較會用故事講政治哲學 他們是聰明的 當代人這個寫作其實都還滿無聊的這樣 他到第十書的時候他就講說 他就講到這個困境 就我們剛才說那個困境 你沒有過舊的東西怎麼學會新的東西 我們這張課要學到很多 非常非常新的概念 什麼是正義 如果我們小時候沒有過 老師分配糖果 媽媽分配糖果 然後感受到不正義 我們如何能夠了解 什麼是正義或不正義 可是當你被分糖果 你感受到不正義的時候 你又從哪裡 學會什麼是正義或不正義 我們一直往前推 如果你沒有舊的經驗 你怎麼去學會新的經驗 柏拉圖的瘋狂解答就是說 因為你上輩子學過 他其實就把這個推到極端 如果每一個靈魂 他不是上輩子就擁有知識的話 你這輩子其實不會學會新的知識 所以你在這輩子 學會新的知識的過程 他其實就是一個回憶 你上輩子擁有的知識的過程 他有個非常瘋狂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這個 旅長國的第一史書 其實講得非常的有道理 非常的可怕這樣 所以他從這個就推測出 其實靈魂是會輪迴轉世 而且你的身體 你的肉體啊 你的大腦的神經結構啊 是造成你喪失上一輩記憶 知識記憶的主要原因這樣 當你的身體消失 就是比如說死掉之後啊 你回到靈魂狀態對不對 你就會回復所有的知識記憶這樣 可是當你又投胎到下一輩子啊 他有一個類似孟婆湯的故事 你在投胎之前你會被餵一碗湯 然後你會開始忘記過去的知識 然後你就投胎到下一輩子 可是到下一輩子之後啊 你好像從零開始其實不是 其實你在學習新的知識過程 其實你是在回憶你 在沒有肉體之前的靈魂那個狀態 的知識的這個過程這樣 這是一個最極端的推論 我們不用到這麼極端 我們不用那麼極端 但是我要讓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啊 學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他同時必須要 你必須要創造 你才有可能真的學習 你要在心裡真正在創造出那個概念出來 一個哲學家他發展的概念 他再漂亮啊都沒有用 除非你的心靈 重新去創造出那個概念出來 除了你不會真正去理解那個概念這樣 所以創造性是重要的 所有的真正的思考 他其實就是創造 在你的心裡重新創造出那個東西出來 比如說我們去學量子力學好了 或是牛頓力學好了 在我們國中高中的課本裡面 你要去學會這些力學啊 其實你的心靈要重新去創造出那個概念出來 在你的心靈裡面 不然你是學不會那些定理的 所以學習它是一個創造的過程 可是學習啊 它也會是一個回憶的過程 意思是說啊 你們在學這些新的東西的時候啊 你們如果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累積的各種知識想法 學過的各種東西 它其實就像是一個生態系一樣 有池塘 有花 有雜草 其實雜草可能滿多 就是我們學習過的東西它其實是一個生態系 我們其實學過非常多東西 從小到大這樣 那當你在學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啊 比如說西洋政治哲學概論啊 你一定是要透過重新去整理 你原本心中就有的那一套 你自己的屬於你自己的知識生態系 然後重新組建它 這個時候你需要創造 回憶它 重新組建它 之後呢 你才有可能比較了解 我們要學的新的東西這樣 我是覺得學任何東西其實都是這樣 不只是學西洋政治哲學概論一樣 就是學任何一個新的很刺激 有挑戰性的這個東西 我們要有什麼樣子的準備 準備是你要有一個準備要積極創造的準備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活潑的過程 然後你創造的所有的東西可能跟老師教你完全的不一樣 那你就開始挑戰老師 這個是最好的 而且它也是一個回憶的過程 它把你過去所有的回憶經歷經驗串起來 然後經過重建之後 看你能不能夠去理解這個東西這樣 我們下禮拜就會討論愛喔 然後你看看柏拉圖談愛啊 他把愛理解成渴望 愛是一種渴望 你很渴望和你渴望的那個事物或是人 永遠的在一起 彼此屬於對方這樣 愛是一種渴望 然後他就把愛是一種渴望講得非常淋漓盡致這樣 那你讀完之後啊 你大概會覺得好有道理喔 可是又完全沒有道理這樣 因為你就會覺得自己明明經過的愛 有某些其實並不是渴望 那到底是不是渴望 是我理解錯誤呢 還是柏拉圖他的理解太下愛了 可是他必須要回到你自己的生命歷程 你有過這些愛的經驗 你才有可能真正能夠去柏拉圖對話 跟柏拉圖對話 然後你往往是在發現你跟他不一樣的時候啊 你會更理解他和更理解自己這樣 比如說你可能理解到 不 有一種愛我從我父母親感受到 他們的愛是給予 不是渴望 他們有一天會願意甚至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其實就覺得他們愛是給予 愛是一種犧牲 如果你把愛理解成給予和犧牲 他就不是渴望啊 那我明明就有經驗過某一種愛是給予犧牲 他並不是渴望 那為什麼柏拉圖沒有談到 因此我看到柏拉圖他事實上只談到 愛的某一個面向 他們有看到其他的面向這樣 所以當你在把你學到的東西 跟你自己的這個過去的經驗 做一個參照式的這個對話的時候啊 你才會更了解這些西洋真正的主角在講什麼 他們的局限在哪裡 他們的精彩在哪裡 然後你跟他們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你藉由了解他啊 你會更了解你自己這樣 我們的這個學習的這個過程大概是這樣這樣 所以我們班會形成的一種這個 partnership 在課堂上大家做一個這個 2500年的這個學習之旅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 大家的關係有這個 我們會有分訊 我們會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理想 美好的目標這樣 真的沒有沒有其實就是這件事情 我們在進行一種心靈上的自我創造 然後我們在進行一種 對自我生命歷程的一個回顧 這樣子對我作為一個教學者來說啊 才是有趣的 如果我的活動只是把 只是蓋印章在你的心靈上面的話 那很無聊啊 我蓋每一個人都蓋的一模一樣啊 然後就是蓋不斷蓋下去蓋二三十年這樣 這樣做一個老師大概會瘋掉這樣 作為老師有趣的地方是你會發現啊 你教的東西啊 大家對文本的理解啊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這樣 因為每一個人透過自己獨立創造的過程 透過一個自己回顧自己生命歷程的過程 最後對文本的理解 對一個我們要教的概念的理解 事實上對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不會到完全不同啊 他會經過辯論的過程 然後變得比較深入之後 會有某些共同的理解 可是每個人還是非常非常獨特喔 沒有人最後真正對愛的結論是一樣的 有些人被柏拉圖說服 有些人不被他說服這樣 這個才是一件真正有趣的事情這樣 那我覺得好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知識這樣 我們讀這些經典文本喔 他有趣的地方是在於啊 我們讀了兩千多年啊 還是都會一直都有新的理解出現這樣 因為都會一直有新的人生出來 對不對 新的嬰兒生出來 然後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 每一個創造過程都不一樣 大家的理解都不太一樣這樣 但是還是會有一個共同的理解是可以去 我們無法說你可以對柏拉圖隨便做一種理解 是所有人都無法了解的 不可能 大家還是會在討論當中 慢慢慢慢去比較了解 比較了解比較了解柏拉圖在說什麼 可是這個比較了解比較了解的這個過程啊 是每一個人自己自我心靈創造 自我回顧之後 他提出來的他的理解 之後呢跟其他人互相討論 之後呢彼此可能形成一個共同的理解 但是呢又有彼此對那個文本不太相同的這個理解 這樣大家可以跟得上嗎 可以齁 我只是在這個 在這個課前 先描述一下我們這門課他會經歷的一個狀況 那我是認為說 事實上政治生活他就是一種partnership partnership無所不在 你看你的家人是一種partnership 你看你的朋友是一種partnership 那政治上公民同胞當然是一種partnership 或者是你可能自助旅行找兩三個班 你們心從一種partnership對不對 那各種各樣的partnership 它有不同種類型的 不同種類型的friendship 不同種類型的common good在追求 然後內還有不同種的activities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試圖去了解 我們班再是什麼樣子一種partnership的時候 事實上呢 我們也會慢慢學會怎麼去理解 政治社群生活是什麼樣的一種partnership 這樣 而且你會發現其中還有一些平行的相關性 就是說當代的師生關係 課堂關係 同學之間的關係 它是一個被自由與平等關係 非常穿透性的影響的關係 可是我們還是會認為說 這樣一種學習關係裡面 不只有很機械的自由平等關係 它還有很多其他更具有直的 深度的關係在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挖掘它理解它 這也是我們在反省當代自由民主的一個過程 老師和學生關係是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間的關係嗎 是船長和他的船員之間的關係嗎 是一個廚師和他的材料之間的關係嗎 是一個指揮家和他的演奏者之間的關係嗎 到底是哪一種關係 那政治上 一個政治的領袖 他和他的公民同胞是什麼樣一種關係 你作為一個公民和你的其他公民之間是什麼樣一種關係 你有沒有share一個common group 大家要share什麼樣子的friendship 什麼是一個共同的大家在進行的政治活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這樣一種思考方式 其實是一種西洋古典的一種思考方式 那我是覺得到當代其實都還是蠻有用的 他提供一個架構讓我們去檢視我們自己的這個 生活中的各種的這個夥伴關係這樣 好 那我們這門課 除了進行這樣子的一種這個 類型的一種學習活動之外 其實最主要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對於政治哲學的喜愛這樣 他主要是一個分享喜愛的一個過程 在若干若干年前 我跟你們同樣歲數的時候坐在底下 那那個時候我也是一個台大的學生 可是那時候我是念工科這樣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就是聯考 那聯考大家就是努力的去考第一志願對不對 所以我在大二大三的時候 其實我是旁邊那個科系的 就是台大奠基系這樣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我是台大奠基系的學生 那我到台大政治系來上這門課 大概就是這門課 大三的這個西洋政治 我們那時候叫做西洋政治思想史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就走進了這門課的課堂 然後我大概 念了大概四 上了大概四周的課 我就決定了 我這個我要轉系 我這輩子就是要念這個 這真是太有趣了這樣 大概是二十歲的時候 就是你們這個年紀 我大概上了四堂課 我就決定要轉系了 我不要去念編基系 我就是要念這個這樣 那我就開始慢慢的轉 我就考了台大正研所 然後繼續念這個東西念下去這樣 那個時候 忽然覺得這個姿勢非常的打動我這樣 可是事實上我一直都不了解 為什麼那件事情 這麼深刻的打動我 為什麼我會忽然 覺得這個東西 還是我真正覺得最有趣的一種姿勢 它到底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為什麼它會讓我想要做那麼大的一個轉變 對不對 念 為什麼真的會讓我有那麼大一個轉變 其實我大概過了很久之後 我才慢慢能夠理解 因為事實上當然 繼續念下去的過程是很辛苦的 它有很多失落的時候 迷惘的時候 覺得自己完全走錯路的時候這樣 悔恨的時候這樣 然後很無聊的時候 很無助的時候 覺得文本極度困難 根本就不想念的時候這樣 那經過這些過程之後啊 我大概到了最近這幾年 才比較知道我為什麼在20歲那個時候 就你們現在這個年紀 上了這門課之後 會忽然覺得這門課這麼有趣這樣 會忽然覺得這個真正回答了我 一直覺得很困惑的一些問題 那 它不斷像一個鉤子一樣 不斷的我繼續追尋那些問題 然後這門課它事實上提供了相當程度 比較系統性的各種的論述和說法 那也到了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才意識到說 我其實不需要真正去念完博士班回來 教這門課這樣 就西藏政治學這門知識本身啊 它的特性啊 任何人啊 不管你將來是不是要 在這個政治系裡面繼續研讀深奧的學問啊 或者是你可能就出社會工作 或者是你可能就甚至不工作 你就是在家裡這樣 就是大家將來的發展有各種各樣的可能 你會做各種職業這樣 但是我想分享給你們啊 就是政治哲學這門知識啊 它一旦開啟之後啊 它對於你將來從事任何種的這個生活方式啊 從事各種職業啊 它都會對你的生命有一個 你會多一把鑰匙 這個鑰匙會讓你度過生命中的一些困難 可能可以這樣講 其實啊 你們對西藏政治學可能有興趣的時候啊 大概就是這個時候了 你們這個時候大概上完這門課之後 會覺得好有趣喔 像政治學真有趣這樣 充滿著各種故事啊 小說啊 然後這個童話啊 或是各種有趣的說法這樣 而且你似乎在其中可以去思考你生命的 追尋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 可是當你們工作之後啊 你們就會被整個社會捲入 你們就會開始必須要努力的賺錢 努力的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 努力的在一個產業工作裡面 不斷的去追求一個更穩定的一個工作職務 然後你可能要成家養小孩對不對 你畢業之後你大概就會被捲入這樣一個 當代社會要求你的這個職業和生活裡面這樣 可是你大概到了40歲的時候啊 你大概會重新發現 信仰政治哲學實在是太有趣了 我應該再回去念一念這樣 就是大家會發現 這是我的發現 就是說 當我在我的臉書上 在分享我對政治哲學一些感想的時候 最有感覺的 通常是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就大家已經大概 在社會中工作了一段時間 然後終於沉澱下來 想要去了解自己到底在幹嘛的時候 大家忽然會覺得 信仰政治哲學真的好有趣喔 他好像某個意義上可以幫助我 回答我的一些生命中的困惑這樣 那我會覺得說 那到底為什麼政治哲學有這樣一個魅力 他能夠讓人啊 好像從裡面看到某些 生命中的光或者是意義 或是某些值得追求的這個目標 他其實跟當代社會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當代社會他本質上 是一個會讓你容易失去人生意義的一個社會體制這樣 這次哲學他因為他回到2500年前 檢視了2500年這個世界 曾經有了最深刻的想法 對人最深刻的反省思考 對人的可能性最崇高的一種向往 我們會經過各種歷史的起伏 看到各種美麗的想像這樣 不管是最理想的政治秩序 或者是一個最理想的人的品質 我們會看到這些想像 那我們再回到當代社會 我們會比較容易理解 當代社會其實缺了一些東西 我們如果沒有看過這些想像的話 我們其實不容易知道 我們到底在這個當下 在你的人生裡面 你會覺得什麼東西真正會讓你覺得 被電到 很感動 會想去追求它 你感覺到某一個目的大於你自己 你會覺得生命總算有一些值得追求的事物 並不只是這個努力的賺錢 迎娶社會地位 然後這個經營一個家庭而已 還有一些更深的東西在裡面 它會讓你覺得你會是一個更完整的一個人這樣 那真正會覺得它很奇怪的 它有這種功用 可是這種功用它並不是灌輸你一個意識形態 我不是告訴你一套這個魯家思想 那你就會覺得說 成為一個君子才是人生最偉大的理想 那就成為一個君子這樣 那是以前人可能在灌輸這個人生理想的方式這樣 可是我們當代不可能接受這種灌輸式的方式 我們當代強調每一個人有自由選擇的這個能力 你不需要經過自己的反省思考去選擇 你自己覺得最值得追求的人生 對不對 可是反省思考之後我們慢慢發現 我們找不到什麼是最值得追求的人生 對不對 但是真正哲學這整個過程它讓你看到整個人類歷史的演變 對於最理想的人的生活方式的想像 實踐 反省 檢討 評估 一個一個時代 當你看過這些之後 你再回到當代 要去做一個自己的自由的選擇的時候 你的選擇會更有厚度 你會更覺得自己在做一個真正有意義的一個選擇這樣 所以真正哲學這個其實它的一個主要目標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 我們這個課程大綱的第一項 它發現你個人生命和政治社群生活 就一個群體生活 它具有某種深刻的關聯性 這個深刻的關聯性 在當代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體制裡面 其實是不容易發現的 當代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體制 其實反而容易遮蔽你去發現這件事情 好 我們剛才講到我們這個課程目標 我們第一個目標是要讓大家 對啊 重新發現 你和這個社會的連結性 然後也重新發現 你看這個自然 nature的連結性 也重新發現 你和這個文化傳統和你的政治社群的連結性 那為什麼要重新發現 為什麼要重新發現 你個人生命和群體生活是有深刻關聯的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 現代人容易進入的一個困境 就是說我們現代啊 是一個這個非常推崇 選擇 自由選擇 還有統一 就任何事情可以成為你覺得值得追求的事物 不管是值得追求的知識 值得選修的課 值得念的科系 值得選擇的職業 值得選擇的朋友或是將來的伴侶 甚至值得選擇的國家 值得選擇的父母比較困難 你沒有在做選擇這樣 我們當然很推崇選擇 那個事情它要成為你值得追求的一個活動和對象 我們都會希望你通過自我的思考之後 自主的自我反省的去檢驗那些目標和你的人生的各種經歷之後 讓你做出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是你自己做的選擇 這個目標是你自己設定的目標 它不是別人給你的 沒有任何的權威可以告訴你你該做什麼選擇 對不對 我們當代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的自由民主的這個體制 所以自由民主的體制它不只是政治體制 它實際上是穿透到我們生活裡面 穿透到你所有的生活中的每一個選擇 它都會希望你是一個在自我做選擇的一種存在 你是一個自我選擇的一種存在這樣 它更極端是你每天活著 其實你已經做了一個選擇了 不然你為什麼不自傷 對不對 我們總是在做選擇這樣 所以我們當代非常的推崇 大家一定要自己做選擇 你如果只是聽別人叫你怎麼做你就去怎麼做 然後你從重 然後你可能很羨慕一件事情你就去做 可是你沒有真正的自我反省過就去做 我們都會覺得那是一個不夠好的一種選擇 我們會希望你真正自主的做一個選擇這樣 而且我們還會有一種想法是說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在從事自我實現 對不對 可是自我實現這個想法它其實 我們會在大概第17週讀到John Stumill 他是當代談自我實現最重要的一個哲學家這樣 自我實現他做了一些其實是一些很曖昧的假設 他假設的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每一個人往內心追尋 你最後都會發現一個calling 一個呼喚 告訴你你真正想要去從事什麼樣子的活動 然後你就是把自己的那個內在的那個呼喚實現出來 這叫做自我實現對不對 我們當代好像相信這個東西 你除了11週型的滿足之外 你就要追求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你要往內追求 發現你自己的獨特性 發現你自己真正真正最想做的事情 某種calling在你的內心 然後你去把它實現出來自我實現這樣 可是啊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發現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後來都沒有發現內心中有獨特性 他那個calling 告訴自己要做什麼這樣 大家其實 給予了大家自主的選擇之後 給予了自由之後 我們不再受到支配性的壓迫之後 我們解放出來了 這是件好事這樣 我們越來越去尋找各種社會不正義的支配關係 然後要把它回復到自由與平等的關係這樣 這是當代社會一個很大的一個演進這樣 可是我們會發現啊 我們現在可以成為任何我們想要成為的人 可是我們卻沒有任何特定的理由 要成為任何特定的人 對不對 你有無限的選擇 你要做什麼職業都可以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人都可以 可是我們卻沒有一個特定的理由 要選擇做什麼樣子的職業 或是要做什麼樣子的人 朋友也是 為什麼你要跟這個人做朋友 為什麼不跟那個人做朋友 那你為什麼會去愛上這個戀人 而不是愛上那個戀人 你為什麼選擇這個職業 不選擇那個職業 我們常常並不是經過一個真正深刻的 自我發現 然後去自我實現 不是 我們更常發現的是 我們沒有特定的理由去做這個選擇 所以我們給予了無限的選擇 We can be anything we want to be But we have no particular reason to want to be anything in particular 對不對 我們沒有任何特定的理由成為任何特定的人 那這是一個當代很重要的一個困境 這其實是黑格爾最重要的 對當代這個生命處境的一個批評一樣 我們擁有了主體性 主體性就是說 完全要由你自己決定 什麼是值得追求的人生 什麼是有意義的知識 什麼是有意義的價值 只有你才能為你自己決定 任何旁人說的即使再有道理 都只是旁人說的 一切都只能由你自己決定 這樣 可是結果你卻發現你沒有任何特定的理由 做任何特定的選擇這樣 所以還有一個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個批判是說 我們都以為自由戀愛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可是自由戀愛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 因為當你可以自由戀愛之後 你可以選擇任何人來談戀愛 可是你卻沒有特定的理由選擇特定任何人來談戀愛這樣 然後你始終會覺得說你在一起的這個人 他難道就是那個人嗎 事實上我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人 為什麼特定的理由 非跟這個人在一起一輩子不可 或者任何的職業都一樣 我們似乎沒有那個 非常內在深刻的一個東西 可以讓我們提供我們去做選擇 自我實現那套故事啊 最後很多人都發現沒有 我並不是一個unique的人 我們有一個特定的獨特的深層的自我呼喚 告訴我要怎麼做 那這個時候你擁有自由它的意義在哪裡 這是當代的一個狀況一樣 那這是一樣的 你現在可以選擇了 可是你沒有任何足夠的動機去做選擇 那人們事實上就因為他們 不太知道他們要做什麼選擇 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可以成為另外一種樣子 所以大家都變得一樣 所以當代自由民族體制它的一個吊詭是說 好像大家都可以做自由選擇 可是大家也變得更類似更相同的 如果把當代社會跟十八十七 實際實際實際比起來 我不確定如果人類學家去做考察的話 可能會發現當代人的個性啊 相似程度啊 或是價值觀等等各方面的相似程度 興趣啊 的類似程度啊 都遠比十八世紀以前的來的更類似這樣 大家其實雖然擁有了自由 可是大家其實不知道要做什麼選擇 結果你的選擇其實就是跟別人一樣這樣 那這樣一種困境其實是當代的政治 我覺得是當代的一個基本的體制造成 這種困境我把它叫做這個 我們失去關聯性 我們失去跟這個世界的關聯性 所以我們就好像一個陀螺一樣 不斷的在轉動 然後旁邊是沒有任何的可以依賴的事物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轉到哪裡去這樣 每個人就變成是一個沒有關聯性的個人 所以你做任何選擇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一個非常特定的憑藉理由 或是關聯讓你去做選擇 這是當代社會的一個 容易出現的一個現象這樣 那其實這個跟當代社會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是有關的 就當代的政治體制 社會體制經濟體制 它雖然解放了我們 讓我們回到一個自由平等的關係 更少支配壓迫 更少不正義 可是它也讓我們變得是 失去了很多關聯性 要怎麼講 比如說我們當代的這個現代體制 它有一個非常支配性的想法是 我們當代人是一種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Homo就是人類 Economicus就是經濟人 我們來做一種經濟人 他當然是這個經濟系的一個 主要的對人的一個看法 可是事實上政治系 或多或少 也都採取這樣一個看法 就是說 人基本上是一種自利的動物 Self interest 那自利的話呢 每個人自己選擇 自己要追求什麼樣子的利益 而且這個利益通常是被比較狹隘的去詮釋的 這利益通常是比較偏向於自我的利益 那這些利益通常是 比如說社會地位啊 或是經濟的富裕財富啊 或是權利啊 你看大多數的當代政治學 對於行動者的解釋 都是人們在追求權利和財富 那為了追求這些 比較狹隘定義的利益之後啊 剩下的問題就是策略的問題 每個人根據自己想要追求利益 去選擇不同的行動策略 然後每個人因為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 所以產生互動 然後這個互動就解釋了某一個現象 對不對 就是把我們理解成是一種經濟的人啊 一種經濟的 他事實上不只在我們生活之中 他也是我們當代學術體制裡面 很重要的一套對於人的假設 可是你如果這樣去理解人啊 第一你很難理解人是有熱情的 有patient的一種動物 能說一種有patient的動物啊 我們通常不是依照策略思考而行動的 我們通常會有憤怒 會有愛 然後愛和憤怒裡面呢 他會隱約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方向 是我真正覺得那個值得去做 必須要去追求的 必須要去推翻的 這些熱情裡面會有帶給你一個方向 你想去做某些事情一樣 當我們在思考人是一個經濟人的時候 他常常會忽略這個面向 他會忽略 等一下會講到他其實忽略更多 那這種對於當代經濟人的思考啊 他其實在政治學裡面啊 尤其是政治哲學啊 他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契約論的思考 到這個 西洋政治哲學到了近代之後 主要支配大家的一種思考模式 其實就是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把人想像成啊 他有一個很巧妙的想法 社會契約他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為了要重新去理解 到底政治正當性是來自於哪裡 什麼樣子的政治體制是我們想要 什麼樣子的政治體制是我們不想要的 那這些政治體制事實上也包括了一些 基本的社會制度這樣 我們要怎麼重新去評估 什麼是我們想要的政治體制或社會體制 什麼是比較正當的 他們重新評估的方式是說啊 那我們先把人想像從這些所有的政治社會關係裡面 解放出來 如果人在一個完全自然的狀態 你完全沒有進入任何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 人在一個完全的自然狀態 你會選擇什麼樣子的政治體制 這個完全自然狀態 因為還沒有任何的政治社會關係嘛 所以人基本上就是自由與平等的 所以在一個自由平等的自然狀態之下啊 我們會選擇什麼樣子的政治體制 當代理社會契約論他的起點其實是這樣 把人先從所有的關係中解放出來 然後讓你去重新做選擇 如果你看別人是自由平等的話 你會選擇什麼樣子的政治與社會體制 可是當我們進入這樣子的思考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大多數的社會契約論的這個理論家 從霍布斯開始啊 他們把自然狀態中的人啊 多半想像成在追求生命的安全 或是追求這個基本財產權的保障 或是追求這個基本上人身不受到傷害 或者基本上追求某種行動的自由 你看當我們從我們這個傳統的所有的政治社會文化 經濟關係裡面脫離出來之後 回到一個彷彿沒有任何人類體制的一個自然狀態的時候 他們想像的人是這樣子的一種人 追求生命安全 財產權的保障 人身不受傷害 然後某種活動的自由 然後他們認為這樣子的人 如果在一種自由平等關係裡面啊 他們選出來的政府體制 就是他們真正想要去選擇的政府體制 我們當代主要對於我們社會的思考 是這樣子的一種思考 這是我們支配我們當代自由民主體制 最根本的一種思考 我們之所以選擇住在這個國家 形成公民同胞 為什麼要住在政治社群裡面 是因為呢 我們先家鄉我們 離開這個政治社群 回到一個自然的一個狀態裡面 我們會做什麼樣子的選擇 那洛克就會推出 我們會希望有代義政府 我們會希望政府是我們控制的 或不是會推出說 我們希望有主權國家 因為沒有主權者的話 安全就無法受到保障 對不對 當代的很多基本體制是 是一個社會七月論式的思考 可是這個社會七月論啊 他的假設 對人的假設就是長那個樣子 人追求安全 財產權保障 人身自由 人身不受傷害 然後自由與平等的選擇 這當代最主要的這個政治社會 體制背後的一個 對人的基本想像 和對政治秩序的基本想像這樣 那這種基本想像 其實和經紀人的想像是很類似的 可是這樣一個基本想像啊 它其實就是造成我們啊 其實不知道要做什麼選擇的一個 基本的原因之一這樣 我們好像從所有傳統的關係中解放出來 我們可以重新做自由與平等的選擇 可是事實上我們無法去做一個真正讓我們滿意的一個選擇 好吧 你生活在主權國家裡面 你生活在代理政府裡面 可是你覺得你的生命意義有比較獲得滿足嗎 你覺得你做了很多人生生命的選擇 你會覺得你真正做了一個非常有價值 有生命意義的一個選擇嗎 對不對 好像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發現這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來想 我們來可以做一個這個比喻 在我們當代和西洋政治哲學的這個古典時期 對於政治社群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景象 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可以做一個對比 就是在古典的政治思想裡面 大家想像政治共同體 就像一艘船一樣 那每個人都是這個船上的某一個部分 我是a part of the whole 我是a part of the body 就好像這個我是手腳 然後整個人是一個體 這個船上面有各個人 在古典的想像裡面 這艘船是永遠航行在海上的 所以人永遠是船的某一部分 每一個人都是這整個政治共同體的 永遠的一部分 那你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 這個政治共同體提供你 某個面向的生命意義 你看這個政治共同體 其他人有一些更深刻的關聯性 這是古典的想像 我們永遠在一艘船上 政治共同體是一艘永遠在航行的一艘船 可是當代的想像也是一艘船 可是我們當代對於國家的想像 這艘船它會到對岸 然後它一到對岸之後 大家就各自走各自的路 每一個人上船 帶著各自私人的目的上船 對不對 然後這個船到對岸之後 我就各自朝自己各自私人的目的就走了 所以船啊或者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啊 對我們當代來說啊 它變成只是一種工具 它只是在去滿足每一個個人 追求私人目的的工具 這是當代我們對政治共同體的想像 大家最終是要各自走上自己各自的路 每個人有多元的目標 多元的想法 私人的目標 私人的想法 國家政治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幫助我去滿足這些目標 所以其他人呢 跟我基本上沒有一個內在關聯性 只要他不傷害我的身體 不剝奪我的財產權 不妨害我的人生自由 然後我們大家互相承諾 有一個國家這個東西 讓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讓我們各自追求自己的私人目標 是不是 這是當代對於這個政治共同體 和政治生活這個想像 兩種不同的這個船 一艘船是永遠航行的 一艘船是大家會下岸的 因為大家是有個人 各自私人的目標這樣 那這個跟整套社會契約論 當代這種會下岸的這個船的這個想像 社會契約論和經濟人的想像 他們是互相強化的 他們是當代主要在支配我們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政治理念 或是政治的這個 社會的這個想像這樣 可是江澤一種 一種思維當代的這個體制啊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會讓我們失去關聯性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做 真正有意義的這個選擇 它有相當大的好處 把每一個選擇權 留給每一個人去做選擇 可是它的壞處也在於 它不再提供你要做任何選擇的 特定的理由 當代的政治哲學 或當代對於政治社會的想像 你要自己去做選擇 自己去尋找你自己的理由 可是我們通常都找不到 我們通常都找不到 我們通常就隨波逐流 對不對 我要過最穩定的生活 所以我要用多少的這個月薪以上 然後我已經進了這個產業 我只好好好的這個工作下去 我沒有太多真正有意義的選擇這樣 可是我覺得政治哲學 它有一個好處 它事實上它是某一種學習 這種學習可以幫助你enable 讓你去了解和去追求 而且是為了你自己才了解和追求 讓你去重新去感受到 你和其他人的關聯性 讓你重新去感受到 你和大自然可能的關聯性 nature這個字我們現在先翻成大自然 它事實上包含了human nature 就人的本性 包含了這個human的這個世界 它基本的組成了本質 那也當然包含了整個大自然這件事情這樣 我們當然事實上基本上和自然是斷裂的 我們把自然當作是我們剝削的 利用的工具和材料 人事實上和自然已經斷裂了這樣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和自然 重新去發生關聯性 那我們要怎麼樣重新去發現 我們和傳統文化和政治社群的關聯性 我是認為說在政治哲學這個學門上面 你是很可能會有收穫的 可是你的收穫並不是全盤接收亞里斯多德 全盤接收盧說 他們雖然可能對你很有啟發 他們的啟發往往是片段的片段的片段的 比如說盧梭重新發現的某種 和大自然回歸的方式 你覺得很有啟發性 對不對 柏拉圖讓你重新感覺到 你的確有某種更高於你的善在你之上 這個對你有啟發性 而且你覺得彷彿那個東西確實是存在在那裡的 可是你沒有辦法用非常好的論述去論證它的存在 可是這些零零碎碎零星的這些火光 我認為它是可以幫助你在你在人生的選擇當中 去選擇一個比較 讓你能夠有意義的一個選擇這樣 那這要回到為什麼我當初選擇政治哲學這個當作我覺得最有趣的知識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重新讓你發現你生命中的關聯性 那我再迅速講一個例子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從小有一個經驗到現在有一個經驗是 人生有某些時刻 你會忽然想要大哭一場 然後你就大哭了 那你大哭一場的原因是因為 你好像意識到你真正想做某件事情 雖然你沒有辦法把那件事情講得非常的清楚 但你大概知道有一個方向是你覺得你真正想去做的 我自己有過一個經驗是這樣 這是小時候看宮崎駿的動畫 大家有沒有看過 風之谷 大概在我這個十八九歲的時候看風之谷 那時候看完風之谷之後 我就進了廁所裡面大哭 哭了很久這樣 那當然小時候是因為風之谷裡面那個 你主角 他有一些行為你會覺得很感動 然後最常你感動的一刻是 大家看過風之谷嗎 我們是沒有 沒有 那個感動的一刻是他 他為了阻止亡蟲的進攻 對不對 那他又要保護那個 那個城鎮中的人民 所以他出來阻擋亡蟲的 大批亡蟲的前進 亡蟲是以某一種 像昆蟲一樣的怪獸如果沒看過的人 他不是一大批 他們會發出 他們生氣的時候會變成紅色 會發出紅色的光芒這樣 他就站出來去阻止那些亡蟲的進攻 然後他就被那些亡蟲就整個撵過去這樣 那他其實大概是死了 但他後來其實又不能爆雷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感動 但我後來慢慢理解的是我覺得 其實那個主角或者是宮崎君 他一直想要講的一件事情是說 人和大自然 人和你的生命中的其他人 比如說你政治社群中的其他人 或甚至比較貧困的世界中的機民 難民等等 那麼有一種非常深刻的關聯性 那個關聯性是 我認為在當代的自由民族體制當中 不容易讓我們發現的 因為大家自由民族體制不撤重這個東西 可是事實上是有那些東西的 往往我們是發現那些東西 我們會忽然覺得 有某些更崇高的事情值得你去做 更有意義的事情值得你去做 所以當你去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你會忽然有一種感覺是 那個其實不是我做的選擇 那個是我必須做的選擇 我不得不做這個選擇 因為自由那個東西我覺得是崇高 在推進我不得不做那個選擇 在那個時候你會忽然覺得 你的生命是比較有意義的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在於 當代自由民族體制提供你去做自由選擇的空間之後 當你發現真正的意義 生命意義的時候 確實在於你失去了這個選擇的時候 可是失去這個選擇 並不是真正好像外在剝奪了你選擇 而是你有某一個聲音告訴你說 你就是想要這樣去做 可是這個聲音在當代你們生活的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是不容易找到的 雖然大家不斷的鼓勵你去做選擇 不斷的鼓勵你去自我實現 自我發現 可是你不容易找到 因為我們當代的論述啊 知識啊 沒有提供這樣子的背景 讓你去發掘了解生命的厚度 發掘和了解你和很多事情的關聯性 你看大自然 你和人性的本質 世界的本質 你看其他你生命中的其他的人 或者是你看這個政治社群 那個深刻的關聯性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民族主義這個東西十二不射 可是每個人都被民族主義所吸引 這不是很荒謬嗎 所以一定有某個東西 你看在古代啊 你看古代那個船的想像 我們當代其實不太能接受 我們當代人不太能夠接受 我就是整體的一部分 永遠只是那個一部分 我沒有其他選擇的機會 古代大概是這樣想像 我們當代人不會覺得 我們當然覺得我們要自由的去做選擇 我要在這個政治社群裡面 這個船上扮演什麼角色 我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甚至我想要下船 我也應該可以自由選擇 我想要移民到其他國家去 我們當代是肯定這個面向 你是應該要有能力做自由選擇的 對不對 雖然我們不太能夠接受 完全古代那種想法 可是如果只是完全比較膚淺的 當代的想法 你就是可以自由做選擇啊 你想移民去任何國家都可以啊 只要你有能力的話 我們不會給你任何的這個 這個期待或者是告訴你說 什麼是更有意義的生活的這個建議 你就是自由的去選擇嘛 你最後想去移民到美國加拿大都可以啊 我們當代好像鼓勵大家這樣自由平整的去做任何的選擇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當代也沒有辦法承受這樣子的一種完全自由的選擇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的都還是在尋找某種你想要無條件可以歸屬的那個群體 所以人啊其實是一種本質上啊它是一種曖昧的存在ambiguous 曖昧的意思是說啊 我們既不能承受古代的那種 每個人被命定的選擇做船上的某一份子的這種政治共同體的思維 可是對於完全自由的選擇這樣子的思維啊 雖然已經成為我們必然的生活方式之一 可是呢它還是不夠的 它沒有辦法提供我們真正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這個觀念性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去尋找一些更深刻的東西 讓我們去做有意義的選擇 讓我們更知道正義對我來說是什麼東西這樣 你知道在當代社會七月論的思考之下 正義就是自立的個人彼此就簽一個共同共識的約定 彼此不要傷害對方 這是當代對正義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彼此讓對方去完成對方想要完成的事物 這是當代對正義的看法 可是大家如果我們會去在下下周會讀到柏拉圖 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一書裡面談正義的時候 他就批評了這樣一個看法 這樣不是正義啊 這樣只是一些自立的人追求自保的一種暫時的協議而已 那不是正義啊 所以當代人對柏拉圖來說其實不了解正義啊 如果你要真正了解正義的話 你會發現啊 對柏拉圖來講啊 一個真正正義的人 才是一個真正快樂的人 一個真正正義的人 他即使手眼 手被砍掉 眼睛被挖掉 然後受盡各種殘酷的折磨 他還是覺得他是一個最快樂的人 這樣還是一個正義的人這樣 可是對我們當代人是無法想像的對不對 為什麼柏拉圖可以去理解 把正義做一個公正的人這件事情 把他理解成是一個最快樂的人 到底我們當代人是失去了什麼東西 讓我們無法去理解他 他堅定了哪些連結是我們失去的 我們想去了解 那也許了解之後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接受 但是我們會更了解 我們當代的困境和處境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讓我們覺得 當我們作為一個正義的人 而吃虧的時候 會比較不那麼痛苦這樣 這樣是好意思嗎 就是說如果你正義完全是 出於智力的動機的話 你絕對不會想吃虧 當你吃虧的時候 你就會偷計 你就不會去做正義的事情這樣 這是我們當代基本上 對正義很多主流的理解這樣 所以當代會不斷的討論 這個囚徒困境啊 這個博弈理論啊對不對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像柏拉圖那樣 你成為一個正義的人 本身你就是快樂的不得了 你就願意承受全世界所有的痛苦這樣 我們就變成夾在兩者之間 人是一種曖昧的動物這樣 所以學這個西洋政治的過程啊 對我來說 他其實是在肯定當代 每個人做一個自主的選擇者之後 你要怎麼去做一個真正有意義的選擇 這個選擇包括 你要跟旁人形成什麼樣子的國家 什麼樣一種自由民主體制 什麼樣一種自由平等的關係 是你覺得一種最有意義的關係 而不只是一個比較膚淺的一種 把國家政治當作是一種工具性的關係 把群體生活 把各種友誼情誼 當作是一種工具性的關係而已 我們可以試著去發現這些關聯性 就是你和其他的 你和大自然還有你和文化傳統和政治社群一樣 這是我們上課的這個主要目標之一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這門課的這個主要 為什麼要上這門課 然後主要我們學習的這個活動內容的模式 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從中發現的 對自己將來有幫助的這個事情是什麼 這樣 還是會有細心的 還是會有抓住 高冰師 和總之間的 某個陣子 是有機會 所以 我們下一次 我們